徐医生,网上好多说是直发失败了 点进去全都是吹直发的 直发真的直吗?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 私信这位朋友一样的情况 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当我们搜索直发的时候 结果各大社交平台搜到的都是 后悔直发,直发失败了 然后点进去的内容是什么呢? 要么直接说后悔直发晚了 然后附上自己的直发效果对比图 要么直接就放暗示效果说直发很好 有看到同款视频的同学呢 可以把6打在公屏上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其实跟我们线上买东西会优先看差评 是一样的心理 这种心态呢叫做负面偏好机制 也就是说人们会更多的关心负面消息和负面的事件 那对于我们做科普的人来说 信息的严谨要有高于信息的夸当 这也是为什么科普往往很难做 我在B站做科普这三年多以来呢 也给B站同学看了很多关于脱发方面的问题 对于脱发治疗 信息差是永远存在的 即使看起来现在移动互联网发达 消息众多 你想查的东西好像都可以查到 但是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别人怎么说永远都是别人的体会 特别是对于直发 在中国到现在来也不过发展了几十年 虽然经过了高速发展 但就从私信我的B站同学的问题上来看 依然有很多人并不了解直发 就比如说对于天生发际线高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直发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但还是有很多同学一上来就问我用什么药 而对于私信我的这位同学 他的直发问题在于 他主要是雄托导致的发际线后移 会比天生发际线高的同学 情况稍微复杂一些 因为要结合他目前的毛浪萎缩情况来对症治疗 治疗的方法呢也更多元一些 对于他特别担心的那一点 害怕花几万直发 但是呢只有一两年的效果 这种情况的出现 一般是因为直发前的工作没有做好 也就是说你在不适合直发的情况下去吃发了 比如说脱发情况不稳定 仍然存在大量掉发的情况 也比如说脱发面积太大 后枕不供体毛浪不够 如果强行直发呢自然效果也不好 总的来说呢 直发和你想做以及你能做是两个概念 也有很多来找我直发的B站同学 因为拓发面积太大 我也只能遗憾婉拒 所以对于任何不懂的新鲜事物 监听则明偏信则按 多看多思考再做决策 如果理对直发还有什么不懂的 也可以私信或者直接评论区留言 资讯是不收费的 如果觉得有帮助呢 给视频一个一键三连即可 可以让更多有同样困惑的朋友 来一起看到 请不吝点赞订阅